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诱画教育,我是波范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知识点是在彩线画里面如何通过排线让彩线画可以提高一个档次 如果说是零基础或者没有接触过绘画的同学可能对排线不是很熟悉 但是排线是绘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如果大家在绘画的时候能够把排线这个步骤做好 那你的画面就会非常的好看,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然 那我们如何从一个小白到掌握排线这个基本功呢? 好,我们可以从一些比较简单好入手的方法去练习 首先呢,我们要练习的是长线条 长线条在线条里面排线里面的要求是两头青中间重 好,看一下我的线条 那线条的要求呢,是尽可能的做到两头青 也就是咱们线条的两头要轻一点 要细一点 好,中间的线条呢,要重一点 也就是我们说的两头青,两头青中间重 那这个线条的话呢,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看一下,如果把这个线条缩短的时候 我们在连续排线的时候,咱们的线条是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看的 好,如果两个色块的线条重叠在一起 它们能够快速的自然的融为一起 融为一体 好,那这个色块在我们采迁 如果说运用到采迁画的时候,它就是非常的好看 那假设我们的线条没有满足两头青中间重的这个知识点 线条会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线条会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样子的线条在两块颜色衔接的时候 我们的画面就会出现造点呀 出现一些缝隙呀 还会出现一些不好看的重叠效果 这种效果就会让我们画面的细腻度大打折扣 那如何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今天咱们这堂课的重点 首先我们会从长线条开始去练习 那长线条的要求是 你的握笔尽量的,是侧握笔,看一下我的握笔姿势 你的笔的笔封尽量的贴近你的画面 好,速度尽量的放慢 速度尽量的放慢,轻一点点 慢慢的把力度加重 好,再慢慢的出去 这样子我们第一次画的线条可能会有点歪歪扭扭 也可能有一点点不是很好看 但是这个都没关系,这都不重要 我们只要做到两头青中间重就可以了 随着你练习的数量越多 那你的能力就会越强 你的线条就会越过关 所以我们可以反复的这样练习 同时在练习的时候注意 咱们的整个手臂的运笔的方向 它是怎么样子呢? 它是平行的 看我整个手臂 我是从我的手背到我的手肘 手关节这个位置 它全部都是轻轻的平行运动的 好,这个运动的话呢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运动方式 从我的手背到我的手肘 那我的运笔都是用一个平行的 平行运动 也就是我是这样上下 或者说是左右这样的推的 这样子才能够保证 我们的线条能够做到足够的直 长线条 轻 重 好,长线条 轻 重 慢一点点不着急 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角度 进行练习 反复的练习 如果咱们再画这种长直线条 能够保证我们的线条画得又直 线条两头青的这个要求 能够做到之后 我们就开始可以尝试着 把速度提上来 速度加快一些 比如这样 看一下侧卧笔 这个线条就能够非常快速地画出来了 速度快一点 好 到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线条才是过关的呢 就是你能够快速地 把这个长线条 画成两头青中间正 而且这个线条 它没有弯 它没有不直 当线条是直的又快的 两头青中间中的时候就可以了 好 长线条一旦过关咱们画个钩好 长线条的要求就是直 快 以及两头青中间中 两头青中间中 两头青中间中 这几点能达到要求之后 咱们就开始可以尝试着 把线条缩短一点点 好 缩短一点点的握笔姿势 缩短线条之后 我们的握笔姿势 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握笔姿势 从一个侧握笔 就会换成一个像是我们写字一样的握笔姿势 握笔姿势的话注意 尽量食指跟大拇指握住笔中 握住笔杆 尽量大拇指 食指握住笔杆 这样握笔姿势 发力会舒服一些 好 同样的还是偏向于平行 整个手臂是平行运动 从轻一点重一点出去 轻一点重一点 轻一点重一点 好 那这个线条我们来回 或者说往一个方向 这样反反复复 我们就可以画出一些 两头轻中间重的短线条 那随着我们把速度再加快一点点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做到排线 你练习的越勤快 练习的越多 我们的线条就能够做到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细腻 更加的好看 也会做到更加的均匀 那这些线条在我们上色的时候 反复叠色的时候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 让画面显得细腻 显得漂亮 显得自然 这就是我们在画彩线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反复叠色 不管你叠多少变颜色 你的这块色块 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均匀的 那我们就能够 让我们的画面显得非常的细腻 非常均匀 可以通过反复这样的排线 去练习 如果大家能够把排线的这个步骤 做到足够完整的话呢 那么你的画面一定会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自然 这也是通常大家在画彩线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的画面为什么粗糙 为什么不够细腻 为什么脏 为什么会有白色噪点 或者黑色噪点 这些问题都很有可能 跟你的排线有关系 如果说你的排线能做到 细腻 自然 均匀 那我们的画面也就会非常的好看 会让你的画面大放溢彩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哦 好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